赵主任 大家都知道您是糖尿病那次秘领域的专家 特别想问您个问题 就是喝酒和糖尿病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替我的老舅 我的老舅也是您的病人 爱喝酒有点嗜酒如命 天天晚上得应酬得喝 结果自己50多岁糖尿病 您能不能给广大的手机前头朋友说一说 喝酒和糖尿病到底有没有关系 好的 其实喝酒的话 和糖尿病的关系应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它主要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短期 或者说饮酒的次数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 那么可能对血糖有一个降低作用 好多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说我们正常人其实也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头一天晚上喝了一顿酒之后 第二天早晨一色血糖比平时还要低 而且甚至有一些人出现一个低血糖的情况 他们有一个民间有个说法 喝点降压酒喝点降肠酒 它就是来自于此 其实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因为这个酒的酒精 特别是对于这个肝糖源这种分解 有一个抑制作用 这个肝糖源其实就是肝脏的菩萨糖 那么这个菩萨糖在肝脏里边 没有释放到血里边 它不会引起血糖的升高 但是如果它释放到血里边了 那么血糖就会升高 而这个酒精它恰恰能够抑制肝肝肝源 向血里边释放 所以说就导致出现一个什么呢 空腹血糖相对的低一些 甚至出现低血糖 因为我们空腹血糖 有好多情况下是由于肝肝源分解 是的 好多人喝完酒确实血糖低 对 所以说有好多糖尿病病人听到这儿就觉得 那我又经常喝酒了 其实长期下面我要说一下 就长期的 但是转折了 特别是长期的大量饮酒 那么对于糖尿病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一个是容易得糖尿病 第二得了糖尿病之后 血糖不容易控制 为什么呢 一个就是由于酒精 它也是有热量的 如果喝酒比较多 那么它热量摄入就比较多 这种情况下 其实长期来讲 会出现血糖的升高 这样有没有报复性的反弹 像我们高血压一样 喝完酒血压会短暂的低 湿后会报复性的反弹 也有的会出现的 因为长期的大量的饮酒 一个在饮酒的同时 我们可能吃的东西就比较多 特别是高油的东西 一般我们喝酒的话都是在饭店 那么会吃一些比较油腻的菜 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我们摄入的量会进一步的增加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可能相反的一类人群 就是在饮酒的同时不吃其他的东西了 就是光喝酒不吃饭 这种情况下就长期下来会导致一个营养不良 而且大家也知道 有一个病叫酒精性脂肪肝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 很容易得脂肪肝 那么再加上喝酒 那么脂肪肝的发病的这种发病率吧 会更加的成倍的增长 对增加 所以说脂肪肝呢 其实对于糖尿病呢 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 是的 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讲 这个饮酒的话 对于血糖的控制 对于就是以后容易发生糖尿病呢 应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害处 是不利的 对对对 而且影响非常大 实际上赵主任还有一点 咱们中国人喝酒爱吃菜 对对 喝酒吃菜应酬 那个现在的饭店的菜 为了追求口味 高糖高盐高脂高飘零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 他吃进去之后 本身对他身体 他就是代谢不掉 对 酒精再加上这些个高能量 这个人的糖尿病轻轻松松 对